记者叶永千屏东报道,劳动部高屏蓬东分数将于3月17日在屏东县立体育馆前广场举办2018屏东地区就业博览会将有115家厂商市出近2000个职缺。 最夯的绿能产业也提供太阳能、风力发电、沼气发电等绿能相关产业职缺,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 今年的绿能值却包括原金太阳能科技公司模组场、技术园与平管技术园、立洋能源公司测量人员、法务人员及月薪上看10万元的土地开发高级专员、 绿潮科技公司为轮班技术员与餐馆人员、权力能源实业公司为太阳能技术工程师与太阳光电现场兼工人员等。 还有蓄木沼气发电的中心农处公司招募蓄木工会计及设备设计工程师、 制造离岸锋利发电机装的明容员实业公司是出品管工程师与工地主任等职缺。 展示现场设置有绿能产业、G色经济活动特色区、展示太阳能模组版介绍太阳光电、 介绍早气发电、还有太阳能咖啡车提供限量500杯赤影、 并有物联网智慧、节能居家控制模拟设备、人力资源等咨询服务。 活动当天在屏东火车站前有免费接驳车服务。 从上午8点半开始,每15分钟一班。 欢迎民众多加律用其他详情可恰欧动不高。 屏蓬东尊属官网查询或拨打屏东就业中心755万9955, 潮州就业中心78万821,4下询。